2024总统大选赖肖配呼声很高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被看好搭档驻美代表肖美琴参选 赖清德接受网络节目的专访时透露 副手的口袋名单有六个人 也包含了肖美琴 但肖美琴是优先名单的优先之上 他松口说可以这样讲 虽然副手还没有确定 不过民进党立委赵天龄退选的 高雄市第六选区在今天终止会通过了 确认是由高雄市议员黄杰来接棒 赖清德也期许黄杰要加倍努力 你的副手人选是谁 大概社会大概讨论最多是肖美琴嘛 是 还有郑力军嘛 随着选战越来越激烈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副手人选 何时才会答案揭晓 有超过十个人的名单吗 没有到十个了 大概六个左右 都是女性吗 女性多数男性少数啦 美琴小姐应该也是在优先名单的优先之上 你可以这样讲 看来是很属意 驻美代表小美琴 则是来清德首度正面谈到副手的名单 尽管要跟谁搭档 现阶段还没确定 但民进党立委赵天龄退选的高雄市第六选区 确定征兆是议员黄杰接棒参选 完全符合民进党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黄杰 胜负重任 这场选战不好打 起步比较晚 那一定要加倍努力 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在终止会上要求 所有人团结一致互相支援 不过要烦恼的恐怕还是国会席次 日本学者小立元心性欲紧 虽然目前赖清德胜算不小 但民进党很可能丧失立愿过半的席位 我相信未来的跟总统跟副总统人选出来之后 然后整个蓝白河的状况明朗了之后 那人民应该还会有更清楚的一个决定 不仅要拼国会过半 两岸的城市 赖清德也期盼开启跟对岸的对话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的状况之下 大家来谈出另外一个互动的基础 我领导了台湾 希望跟中国做朋友 我们不希望作为敌人 对内或对外 那记得都没有喘息空间 记者是文章英杰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